这个是每天统计 一幕前还有 发现了多少个Exoplanet 现在是五千三百个 其实是有更多的candidate 对 它这边一般就是说 有confirm的它在count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邀请到了2019年物理诺奖得主 Michelle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他发现西外行星背后的故事 从第一颗西外行星的发现 到现在已经有30年左右之久 人们关注和研究的方向 逐渐从发现一颗西外行星 转变到了研究这颗星球的物理属性上 这期视频我邀请到了 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赵英兰 来和大家聊聊 如何在宇宙中发现第二颗地球 我是宇正 欢迎收看我的科学频道 假设就是说 我们把相对于这个望远镜 搬到我们的太阳系外 然后我们反过来观测太阳 我们观测太阳的视像速度 然后我们把地球的信号放在里面 我们能不能 就是踏测到地球 我们对系外行星的研究 主要依赖它们的宿主恒星 然后宿主恒星本身的扰动 会在我们的观测结果产生影响 像是内地行星所产生的信号 就非常微弱 极其容易被忽略掉或者掩盖掉 因此如何消除或者拟合 宿主恒星的活动 成为发现内地行星的关键 这正是赵英兰目前研究的方向 在我们深入探索内地行星之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不同的观测方法 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果 主流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就是用radiovelocity 就是摄像速度来找 显星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用transit的方法 所谓的恒星还是显星领域的方法 来找地外显星 然后设的一些方法 就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他们用所谓的microlensing 来就引力投影来找 但是好像目前可能也没有找到太多 太多的方法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所谓的astrometry就是这个方法 来研究他们在向天空的位置的移动 后边这两个方法 就相对来说更困难一下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尤其是这个microlensing 就很难做一个survey来找 就是系统来找 然后主要这个所谓的transit transiting这个survey 和radiovelocity这个方法 也相对比较成熟 所以我们可以大陆毛的来寻找 而且相对来说 就是说它的 我们更好的能够通过这两个方法 来测量这些行星的一些参数 就是reallyvelocity 就是所谓的实践速度 它最主要的一个参数 它能限制好 就是所谓的地球的质量 然后transit 就是更好的能给出它的半件 因为你当行星绕横行来转的时候 它你通过它的cover的光的大小 你能够算出它的半径是多少 你就说这个形象的半径还是 形象的半径 对因为你想 我们知道背景的光是多少 然后它掉的光是多少 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 用一些geometry的方法来算出 它的相当于它的投影的这样一个面积是多少 然后我们进一步得到它的半径 然后 Geneve Observatory 它们有自己的这个太空望远镜 叫KEOPS 所以KEOPS就是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reallyvelocity的一些圆 然后已经观测到的 这个恒星的质量 然后它们会下应KEOPS这个太空望远镜 来进行这个transit的fold up 这样就是我们既有这个质量 然后我们还 我们也有这个线星的所谓的大小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估算它的密度是多少 就是这个是一般的观测数据 就是相当于我们每个时间段观测一个点 然后 比如说从200天到1400天 我们观测了大概是4年左右 然后相当于它们相当于每一个相当于它们 每当这个planet有一个这个绕到这个 相当于start前面的时候 它会遮挡一部分光嘛 然后这个这个光就会 就是在某一个 某一个时间段就会掉下来一点 然后它会repeat周期性的出现嘛 然后我们透过进行频步分析 我们就可以可以 可以打算扑算分数的周期 然后包括这个时间嘛 就是相当于每次它绕 绕绕绕到start前面 然后遮挡光的这一部分 大概是在10个小时左右 然后周期呢就是在 这个应该是在300多天左右吧 现在我们这个就是 在Lasea的一个望远镜用来观测 专门用来观测 就是用摄像素的方法来观测地外行星 然后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望远镜的这个实物的照片 然后对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主的操作系统 就是负责这个望远镜的比如说打开这个这个洞 然后或者这个望远镜你比如说要指向哪儿 然后对啊就是用这个这个 panel来观测 然后这个屏幕主要是用来后期的数据处理 比如我们当得完谱之后 马上进行快速数据处理 然后看一下光谱质量 然后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仪器的一些仪表图处 观测仪器是否我在正常工作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对啊就是事实的这个望远镜的 这个现在观测的这个这个图像 就因为一个地球所产生的振幅是0.1米嘛 对啊然后现在现在就是说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找到一模一样第二个地球 所谓因为因为现在有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 说啊我们找到第二个 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说 呃就是说我们找到啊又一个类地行星 然后然后开不了比如找到那一个类地行星 这个可能是有些发现的问题 他所谓的类地你怎么定义这个类地 然后一方面你可以他们会说就是Earthside的planet 比如说居然说开不了才会发现Earthside 因为开不了这个这个零日法 你没有办法测量它的质量 然后你要穿这个这个 所谓所谓的reality velocity的方法呢 你只能给出一个earth mass 你不知道它的不知道它的大小 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说 找earth mass的一般它都是在 我记得应该是大概地球质量 应该在四或五 然后围着它的速度横行一般都是k 或者是m横行 对对我们太阳是g 另外就是说很多找到的就是行星呢 它可能质量或者是大小是就是地球的几倍 但是它的周期很短 因为你想说如果周期很短 所以我们可以它的信号会在很短时间内会重复出现 这样会容易探测到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地球的周期是在围着太阳是一年365天 也相当于我要观测大概700天的时间我才能找出它的它才能重复两次 这个周期就观测时间长 观测时间这个温度太长了 对对对对 你们可能已经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了 虽然之前发现了很多的内地行星 但是仅可能是一两个物理属性的和地球相似 想完完全全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地球呢是非常困难的 这不仅需要对一个目标长时间且持续的观测 同时也对如何进行观测提出了挑战 你很难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保持你的仪器保持相对稳定 然后你如果不能保持相对稳定 然后你一定要想到一个办法来改正修正你仪器 比起不稳定带来的相约的探测误差 一般尤其是一般银器的这种因为它的不稳定的依据误差 它一般而且还都是非线性的 所以就很难修正 就恒星本身它有一些恒星活动 它会也会产生这样类似于周期性的信号 你如何分辨你这个信号是来自于行星 而不是恒星自己产生的恒星活动 这又是一个所谓的它一般它会都说在 这个就所谓的适应于居住的显示 对这planet在habitable zone 这个所谓最早他们定义这个habitable zone 就是说这个行星离这恒星足够远 然后能够使刚好使它这个行星表面 就liquid water来这样定义的 所以所以对于更热的恒星来说 它这planet离得相对远 然后更冷的恒星会相对近一些 就是从一个轨道的一个半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有一个这么一个range 然后然后这capital呢 他这个wikipedia上面给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k或者m 所以所以就是说它的 温这个恒星本来相对会更冷一些 它行星离本身的这个恒星会更近 就比如说有些有些远 它可能周期可能就很长 然后质量或者半径也都跟地球相似 但是因为它就是说在m恒星 这个类型恒星的相当于速度恒星是m 恒星的话它离得会近的话 它突然情况下说m恒星 它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flare 就会可能会就是destroy这个 这个所谓的potential这个life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离得恒星 它的这个轨道相对相对来说更远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所谓的tidal lock 就是说就会就跟现在月亮一样 我们从地球看月亮 这个月亮总是总是一面冲着我们 另一面就是dark side的这个 就是另外一方面总是暗的 所以所以就说这个行星就会相当于 总有一面冲着所谓的航行 另一面总总是没有 所以都会导致这个温差会很大 既然快蓝重双 所以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发现一颗 一模一样的地球呢 或者说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 到底可不可以发现一颗地球呢 我把相同的问题呢 抛给了赵一丹 这当然我是自己觉得就是说 你想这个就首先说这个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Milky Way 所谓的G-type star应该也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太阳它肯定不是unic 就跟Earth一样的一样的planet 它肯定有肯定存在 就说我是就我是觉得 可能从1995年到现在 大概快30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仪器仪器的这个迭代 我觉得就是尤其这个red velocity 这个人已经已经感觉快到一个极限了 但是好像相当于软件的发展 这个technic的方面 就是雷格analysis 应该相对相对来说更就是更之后一些 因为引起就是发展出来之后 我们相对一些就像很强的员 我们已经找到了 现在我觉得这个相对于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这个方面 能不能就是就是能够就是push 就是它的它的它的一个limit 我们要对所谓的恒星背景也要足够了解 比如从物理上来说 比如说恒星它会有一些 嗯就是一些好像行星 就是就是比如它市场啊 就是周期性的变化 然后它也会产生这些类地行星的信号 这个所以应该从两方面来 就是共同来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这个 所谓的就是模拟的这个太阳里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 就是模拟的一些手段 模拟太阳的一些活动 我们是可以通过所谓的第二个地球 但是放到实际情况当中 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 因为你毕竟毕竟即使了解 就是你是当你即使你足够得来的太阳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新的一个 所谓的其他一个所谓的G-type star来说 它可能又是不一样 这个现在是simulated了一年的这么一个 地球的这么地球质量 然后周期是跟地球一样的这么一个 行星的信号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振幅在就是这个 标记的这个蓝色的Fibular H 对是地球的信号 大概在0.1米左右 米每秒 就我刚才说到就是说 它有本身仪器的不稳定 是造成的到它的点来回上加波动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了解太阳 因为太阳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太阳活动 就比如有太阳黑子 如果在这个太阳表面有个太阳黑子 比如说太阳黑子可能它能走过10天 然后它的太阳在自转一周的时候 相当于这个太阳黑子也会产生这么一个 宇宙气性的信号 我看过很多人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说 用AI或者机器学习的一类的方法 解决宇宙未知的问题 可能他们会把这种工具 当做是一种无所不能的磨合 任何人类未解的事情 过一遍AI就会有了答案 事实上 AI的局限性和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一学习也好 或者其他数据处理方法也好 它只是 就是只有你当你说过足够多的情况下 它才能更好的来所谓的建立这么一个模型 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些观测 不过包括好像现在 现在美国它有所谓的Test 然后它是相当于FullSky这么一个观测 这个Phytometry 然后另外好像 包括对 就是现在整理瓦这边 就是他们也以为所谓的Espresso 是更一个进度更高的光谱仪 然后现在发在了VLT上面 因为这HUPS吗 HUPS的外眼镜是360米 然后现在这个VLT大概是10米左右 所以就相当于经面更大的 然后就是我们光谱的这个所谓性能比更高了 然后另外他们 所谓的好像就是 其实国家有一个所谓的叫TMT 就是说30米的这么一个光谱仪 对然后需要就Granbase需要 也需要就是有一个大的镜子 然后把我一个更好的仪器来做这个VLT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的Tenumat镜需要更多的Data 因为毕竟你要找到一个第二个地球 你相信地球的周期是一年 就少我觉得三四年的持续不断的观测 才能有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好像现在中国也要 在Tenumat镜也在立的这么一个 所谓的2420的这么一个项目 来观测做这个零日 Tenumat镜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物理喜欢天文 别忘了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像于这个它在一个周期内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Crow 然后这个对吧 AMPQ大概是在40米左右 然后这个像于这个是4天 就把他们像于把所有的点 我都按你4天没周期就叠起来 对对对对然后再飞着这样一个 三一搜索的放生 然后就找出了 找出这个这个data 就是找出这个 就虽然它是有一些noise在上面 但是还是很明显的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需要需要足够多一点 你看它就很会很清晰的 虽然这个这边有一些就是disversion 对对对对 只要观测足够多 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形状就硬一点 已经飞得出来 这是为什么 我米歇尔所说的就是说 它需要足够多的点 我米歇尔所在工作 我 tactics 你炽 precisamente